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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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虎的朋友今年范太歲 稱為破太歲 不過雖然不是范太歲 但熟虎的人士就不像其他范太歲 新肖那樣有這麼大的上落 溫情其實真的不算太差 吉星方面,今年有太陽和玉堂星 太陽是男性的貴人的意思 由於太陽照射得比較遠 所以代表向外的發展也會比較好 玉堂代表權責、聲望的意思 今年你們會在領導方面得到認同 以及在工作時會有成就感 兩顆星之外就會令熟虎的朋友 今年發展相當不足 表現值得讚賞 熟虎的朋友在事業方面 有太陽和陸傳兩顆星 同時有陰煞星回照 代表奔波奴鹿在所難免 是辛苦得成就的一年 辛苦是源於人際關係上很一般 容易因為欠缺溝通,產生誤會 同時對你又有埋怨 熟虎的女性會為自己帶來煩惱 這一切都顯示今年你和同事、拍檔 以及伴侶的關係都欠理想 對你卑以削之不滿 切忌鋒鋒過路,應該以禮待忍 今年亦有因為文昌而大躍進的情況 即是進修後或獲得業內大獎之後 事業有出乎意料提升 所以熟虎的朋友今年而報讀一些進修課程 或者積極參與行業有關的比賽 熟虎的朋友,如果你從事武職工作 即是消防、警察、海關等等 會更為有利 熟虎的朋友,財運方面 今年財百工有巨門星 命工也有太陽星 財運方面十分不錯 可算為財星高照 做生意的,在外國投資的機會 真的有不少 所以要好好把握 熟虎的朋友打工一族 如果你老闆是男士的話,恭喜你 你會有晉升和加薪的機會 偏財方面,你們可以得到貴人幫助 另外,熟虎的人士 今年你們的財運有一大特色 就是可以賺到外地的財 如果你公司是做外國人生意 可以多出門到外地 你賺錢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 唯一今年財運裡有一顆空星 就叫吞陷星 是被人侵吞財產的意思 所以,今年如果賺到錢 不要那麼快得意忘形 要記得查清楚入賬紀錄 不要以為真的賺了大錢 怎知原來沒有入到賬 到時真的一場歡喜 一場空 今年正邊財運都好 冬天和春天比較好 夏天、秋天比較差 股票投資方面,文化產業股 或者環保板塊的股份 都較為有利 感情方面,熟虎的女士 今年的感情運 比熟虎的男士更多 因為太陽星代表男性貴人 在工作方面,得到男性上司 提携和扶持愛 在感情方面 亦都可以遇到有成就 理想的對象 做太太就有老公 對你溫柔體貼 如果未拍拖 今年就會遇到年齡 跟你有差距的異性比較多 總之一句,熟虎的女性 今年很好辦額機會 至於熟虎的男性 今年真的沒那麼幸運 對,因為晦氣性和陰殺性的影響 感情方面只能夠原地踏步 男士可以在今年的農曆三月 八月和十一月 出外旅行試一試 可能會在感情上有意外受獲 熟虎的朋友健康方面 指微星入疾病工 一般身體上的大問題就沒甚麼 大多數都是腸胃問題比較敏感 所以要注意日常生活的飲食衛生 去外地旅行就不要見到 當地特色小食 就全部放入肚子 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腸胃 是否真的成熟得到 疾病工也會照到火星 代表容易會發炎或者炎症問題 而今年的病痛會來得比較急 即是上一分鐘還好地地 下一分鐘就會痛到動都動不到 最需要注意的月份 包括農曆二、六、十和十一月 1950年屬苦的朋友 今年健康運常可 但要注意心肺器官的保養 錢銀交收和支出要慎防被人侵吞 1962年屬苦的朋友 今年有很多機會出外旅遊或者公趕 財運方面 雖然你今年貴人運是不錯的 可以幫到你在正財運 但偏財運就欠佳了 1974年屬苦的朋友 今年由於榴槤組合和出生年的影響 引致健康運就不是太理想了 尤其是本身患有偏頭痛的朋友 發作的機會會比較頻密 另外要小心關節上出現毛病 手足和腰都會容易受損 1986年屬苦的朋友 今年桃花頗重 會經常遇到孕幼 令你心大心小,拿不定主意 尤其是女性 另外由於貴人運暢旺 試運亦不錯 工作方面有很大的進步 甚至乎有晉升的機會 1998年屬苦的朋友 今年感情運特別豐富,易得人緣 工作上亦特別容易 和異性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但不要急於求成 否則便會墮入圈套 今年屬苦的朋友范太歲 其實是可以配戴馬的色紋來化解 如果想效果更好 可以找紫水晶或粉晶的馬 力量就會更強 如果想在風水上做些功夫 可以在家裡的東北偏東方 放一隻紅馬的擺設 或者馬的掛畫 會有助運程 如果想在生活 或者事業上的貴人有所增強 可以在家裡的正北方 放一隻綠玉蟬擺設 如果想感情方面有更理想的發展 可以在睡房的東南方 掛覆和合二仙的圖 用來加強異性緣的穩定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